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key 政府截銷口罩令 本港全面復償 樓市表現亦逐步回升 繼匯德豐藍田Coco Rosso之後 新地期下屯門肖胸Lofo Land第二B期 星期六首輪銷售352房 亦即日全數沽清 在它的撐市之下 過去週末兩日 連同課美合共錄得大概420宗的一手成交 按週大增超過7倍 一手市場持續升溫 新地於是即晚原價皆推180伙 設施價由大概4百23萬至936萬 設施平均設價大約14,098 其中171伙將會在星期三發售 今晚8時折飛 另外發展商有說 計劃之後會推售大埔白石角University Hill 和天水圍天榮站項目兩個新盤 其他新盤方面 承接力亦不錯 上車盤 紅地大角咀利奧方一月 兩日連沽14伙 套現近8200萬 成交價最高的是來自二座10樓K室 使用面積382呎 兩房間格 赤價大約23268元 至於上星期五推售39伙的 狗健將軍奧海恩莊園 過去週末錄得10宗的成交 連賣星期五合共沽出17伙 吸金超過1億 賣新盤上至不少購買力之下 二手膠頭就相對疲弱 在過去週末兩日 主要代理所錄得的10大屋苑成交 普遍回落至20宗以下的水平 當中則如沖太古城更加零成交 雖然近期二手樓價逐步回升 但有個別心急的業主仍然減價賣樓 黎智郭美夫新村議期 吉里徑2號高層 一個626呎的圓景單位 原則是兩房 現在就改了做三房一套的間價 原業主在去年8月 已叫價850萬放盤 最終雷減162萬 去到688萬億手 赤價近1萬1千元 雖然低市價大概百分之五 但由於原業主在2008年 已大約342萬買入這個單位 所以賬面仍然可以獲利大約345萬 沙田第一乘5座 一個819呎中層 三房套年工人房的單位 望遠景 原業主原本叫價1,230萬 放盤7個月後 最終減價192萬 去到1,038萬才獲承接 赤價12,600多元 原業主在2005年以363萬 賣入這個單位 自貨18年 賬面獲利675萬 單位期內升值近兩倍 長洲環四小龍雲景臺 八座高層 一個515呎的兩房單位 向東南望內園景和泳池景 原本以948萬放盤 大概兩個月後 最終移價到900萬 獲外區客承接 減價大概是48萬 赤價大概是17,400多元 雖然減價的幅度不大 但由於原業主在2011年 以大概435萬 賣入這個單位 所以時次轉手 賬面獲利465萬 單位期內升值超過一倍 有大利秀說 隨著美國今個月 可能只會溫和加息 預料二手業主 議價空間將會收窄 並且轉趨強硬 二手樓價將會延續升勢 首季樓市將會乘議價量齊升的格局 長月一手成交可以達到2,800宗 而二手交投更加有望 錄得5,000宗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